哈囉大家好 我是記憶力短暫 但是愛拍片 愛畫畫 還喜歡唱歌的GUNO 我嘗試用各種方式 把環保議題呈現出來 接下來呢 我要用音樂 把環保唱出來 我在今年的時候 和夥伴們創作了三首歌 希望能讓環保 也進入你們的播放清單 錄完囉 讚讚讚 辛苦囉 但是我需要大家的幫助 如果你也支持我的理念 歡迎贊助跟參與 這次的募資計畫 傳統的專輯 會有最外面的一層膠套 塑膠殼 光碟 還有歌詞本 於是這讓我想挑戰 製作一張環保的實體專輯 一張純手工的限量環保專輯 經過我在自己的社群媒體統計 81%的人已經沒有在用CD聽音樂了 多半是使用串流媒體 像是KKBOX Apple Music 或Spotify聽音樂 那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實體專輯呢 會買專輯的人 其實大約90%都是為了買一個紀念 既然是買一個紀念 我想要帶給音樂圈一個不一樣的觀點 做音樂能不能更環保呢 這次我們蒐集了很多的廢紙 撕掉之後丟進果汁機 再重新做成紙漿 再用一些廢棄的容器打造了專輯的模具 過篩 吸水 到晾乾 把雛心給製作出來 再切割 跟印刷 就製作出這限量100份的 我有畫要唱EP專輯 再來是封面的部分 這邊有一大堆我自己畫的草圖 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張呢是所有草稿的第一張 對 我想畫的是海底的世界 然後雖然有很多垃圾 但是海底動物跟我都還是很開心 不過最後呢我覺得這個構圖跟顏色 我沒有到很喜歡 所以我就嘗試了很多不同的風格 像這個就是寫石封 這個比較平面插畫的感覺 那後來這張我很喜歡 因為它是一個吸管 然後它就把垃圾 就是送到這個輸送袋上面 然後經過這個機器之後呢 就變成小樹 就是有點像我們這一次的行動 就很希望垃圾可以就是漸漸減少 但是我換了一個想法 就是希望可以把我這一次去環島的時候 看到所有美的風景 跟醜的風景記錄下來 對 所以這是第一張草稿 後面呢我又嘗試了第二次 但還是不滿意 而最終的版本呢 就是這一張 對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 然後是我自己 帶著我的旅行小吉他 然後背著包包裡面 盛裝所有環島看到的東西 像是工廠啊 然後還有這些煙囪排放廢棄 還有風力發電廠 然後還有我們去綠島的時候搭的船 那封面的部分就完成囉 現在就讓我們來聽聽看 專輯裡三首歌的片段吧 第一首 記憶力 通通通靠近大海 躲著髮帶 畫著記憶的那一片天 2001年 嗚嗚嗚嗚嗚 拿出一張 彩色的相片 一天天慢慢變 復古的白黑 第二首 立即倒 好 第三首 欠回收 一瞬間 掉進水溝下面 就像你的人生到了終點 說話為什麼不經過鬧鬧 留言前為什麼不先想跑 不能回收的傷力開了困擾 我只想說 欠回收你是不是欠回收 欠回收 聽完了DEMO 歌曲 不曉得大家喜不喜歡呢 接下來真的需要大家的幫忙 如果你也喜歡的話 歡迎在折折募資平台上 了解這次的募資方案 有你的支持 接下來我就可以把實體專輯跟歌曲都完成囉 甚至能讓每一首歌都有它獨立的MV 也真心期待可以用歌曲的力量 讓更多人接觸到環保議題 希望接下來 可以用我的歌聲來陪伴大家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是紀力短暫 那是愛拍片 愛花花還喜歡唱歌的Gina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